台中市豐原区的路边 赶抵现场的警方 将稍早民众压制在地上的嫌犯 当场上铐 下午1点25分左右 人来人往的风吸路 很多民众都看到了这场追逐 但事实上这是一起偷切案 地点在台中豐原第一市场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零星嫌犯看到路边的这台货车 车门没关 观察很久之后 把车上的包包一把抓起 拔腿就跑 不过菜市场民众很多 大家立刻当场高喊抢劫 幸好现场民众合力追逐围捕 还有三位外送员一路跟随 追逐几百公尺之后 终于抓到了人 货车车主是在市场内 卖菜的料性年轻人 包包内的十一万货款 原封不动的被救回来 不过他说他不是第一次 货车上的财物被偷 不过这次光天花日下的偷切案 遇到坚毅勇为的民众合力围捕 让六十一年次的灵性嫌犯 没有得逞 三历新闻张展智 张玉坤台中报道 菜市场内一阵骚动 竟然有人在飙车 行人如保龄酬般 一个两个三个被撞倒 而后面还有一名富人追着骑士 蓝色衣服阿姨金项链被抢了 她把脚上蓝白拖当成跑鞋 以百米冲刺速度追摩托车 但双脚不敌两轮 她还是没能追到劫匪 财犯们各个帮忙画虾助阵 但劫匪一溜烟 已经不见踪影 强案就发生在中山区热闹的 龙江市场里面 当时一名家庭主妇在买菜的时候 突然被抢了项链 先犯偷了项链以后 就骑机车逃离现场 而这名被害人就紧跟其后 展开追逐站 过庆日这天台北市中山区光天化日之下 发生飞车抢案 五十多岁的蔡新妇人 照常到市场买菜 但她脖子上金光闪闪的金项链 引起一名冠犯注意 刻意骑机车靠近 连拖带拽一把抢走 警方终于抓到劫匪 并在她身上搜出毒品海洛英 诸信嫌犯宣称因为缺钱买毒 所以在淡水偷车 跨县市到台北中山区抢劫 但价值三万元的金项链 已经被她变卖回不来了 赞县新闻车就会呈影响台北村报道